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来五个新闻事件 第一个新闻事件是中欧投资协定因人权问题遭多方质疑 最后关头陷入僵局 尽管面临在人权问题上的压力 中国仍然表示 中国和欧盟的投资协议谈判进展顺利 北京还搏斥了有关中国要求进入欧盟和电视场的报道 德国经济周刊23日表示 中国在核能合作方面提出更多要求 导致双方谈判在最后关头陷入僵局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4日在记者会上表示 有关核能的报道是 假新闻 并称谈判 进展顺利 在劳工权力方面 他说中国反对强迫劳动 否认中国存在这种做法 核电问题在欧盟国家中颇具争议 因为这种投资可能将敏感的基础设施置于中国的控制之下 报道称 中国在谈判期间向欧洲同行表示 中国认为自己在这一领域的技术更为先进 但一些欧盟成员国拒绝核能 或者已决定在未来几年放弃该技术 中国和欧盟的投资协议谈判已经进入到第七个年头 长期以来 中国一直对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持谨慎态度 但现在北京似乎急于在美国新政府上任前达成协议 以在美欧重建联盟前夺得先机 双方将年底作为谈判的最后期限 但该协议在欧洲议会遭到了成员国的强烈反对 他们认为 协议未能阻止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 也没有让中国足够多的开放经济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1日放出该协议可能很快完成的信号 而欧盟成员国则表示 协议必须解决新疆的强迫劳动问题 法国外贸及经济吸引力部长李斯特23日表示 如果不解决强迫劳动问题 法国拒绝支持欧盟与中国的投资协议 李斯特说 如果我们不努力废除强迫劳动 就无法促进对华投资 贸易交易应该被用作推进社会问题的杠杆 波兰22日已经敦促欧盟不要急于求成 要与美国进行更多合作 李斯特表示 比利时 卢森堡和荷兰均支持法国的怀疑态度 一位欧盟外交官证实 本周有相当多的国家就欧盟与中国的协议提出质疑 原因是中国的强迫劳动问题和欧盟公司在中国缺乏投资保护 上周 一群研究中国的欧洲学者写了一封公开信公开反对协议 从协议签署的那一刻起 欧洲不仅在对未来竞争力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失去影响力 还将失去从人权到燃煤电厂的未来等基本价值观问题上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 中国加大了对欧洲国家的劝说力度 中国总理李克强23日晚间与西班牙和荷兰领导人举行电话会谈 督促他们支持该协议 在被问集中欧双方能否在缅内完成投资协定谈判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英勋24日表示 中方致力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将在维护好自身安全发展利益的前提下 按照自身节奏 开展对外谈判 努力与欧方达成一项全面 平衡 高水平的投资协定 第二个新闻事件是英国与欧盟在圣诞节终于达成脱欧贸易协议 当英国人2016年投票脱离加入了47年的欧洲联盟时 支持英国脱欧的人士说 与欧盟达成自由贸易协议轻而易举 是人类史上最容易的事情之一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那么一分风顺 四年来的会谈充满了纠纷和怒气 不时还有谴责对方仗着欺人 虚幻妄想和没有诚信的指称 不过24日总算传出了某种节日的欢呼声 伦敦和布鲁赛尔终于达成协议 将限制英国无协议脱欧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双方都做出了妥协 放弃了经常强调的达成协议所必须要有的红线 英国去年1月正式离开欧盟 但有历史一年的过渡期 以便留出时间 争取在12月31日之前达成维持自由贸易和人员 自由流动的协议 支持英国脱欧的强颖派评论家们 立即宣布英国脱欧快乐 并赞扬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兑现了诺言 英国脱欧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兴奋地说 战争结束了 这并不完美 但是不错了 仍然是进步 在传出达成协议的消息后 英镑略微上扬 随后又有下滑 约翰逊宣布 这项据估计价值为9000亿美元的协议 是欧盟历来所签署的最大贸易协议 唐宁街一位官员说 这项协议兑现了2016年公投和去年大选期间 向英国公众所做出的每一项承诺 他使用四年多千英国脱欧工 投竞选期间脱欧派的类似语言补充说 我们收回了对我们的货币 边境 法律 贸易和我们的渔场的控制 约翰逊发了一条他本人在唐宁街 竖起两个大拇指的照片 他宣布 协议达成了 随后 他怀着胜利的喜悦 出现在伦敦的一次记者会上 他说我们重新掌握了我们的法律和命运 这项协议允许英国无关税和配额 在欧盟销售货物 从而将保护我国各地的就业 英国如今将控制我们监管法规的一笔一画 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沃尔苏拉格特鲁德冯德莱恩称协议是公平和平衡的 他在布鲁塞尔的记者会上宣布 我们终于达成了协议 可以明显看出他松了一口气 他说 欧盟和英国还将在气候行动与安全事务上合作 谈判道路漫长又曲折 但我们拿出了一项好的协议可以试人 欧盟的英国脱欧事务首席谈判代表米西尔巴尼耶说 他很高兴到记事中不再低答作响了 今天是让人松口气的一天 但也带有几分悲伤 反对脱欧的英国证件人士说 达成协议让他们松了一口气 但是他们警告说 英国脱离欧盟集团后将会失去很多 苏格兰首席大臣尼古拉斯特金发推说 在文宣开始之前 值得记住的是 英国脱欧是在违反苏格兰议院的情况下进行的 没有任何协议可以弥补英国脱欧给我们造成的损失 现在是为我们作为一个独立欧洲国家的自身未来 而制定路线的时候了 一些脱欧派抱怨说 协议仍然把英国与欧盟拴得太近 谈判即使在最后时刻仍然充满紧张气氛 甚至差一点破裂 多日来 双方都放出口风说 谈判处在取得突破的边缘 从上星期六开始 外交官们对记者们说 协议的达成就在眼前 消息原计划在23日宣布 后来推迟到24日早晨 但又过了几个小时 外交官们说 这份2000页的协议仍有必要做一些小改动 协议达成的消息在过去24小时期间 一再被推迟宣布 这主要是由于捕鱼配额数目 谈判人员发现 欧盟委员会一直在使用过时的数据来计算如何减少协议中 有关欧盟渔民或准在英国渔场捕鱼的数额 这项协议给予英国出口商 在欧洲单一市场零关税 零配额准入 英国与欧盟之间的任何纠纷不会由欧洲法院来审理 这是英国的欧人士所主张的一个关键要点 他们认为 如果让欧洲法院审理协议 将会破坏英国的主权 但是明年1月之后 英国公司在欧盟出手服务业务的权利将受到限制 这影响到银行与保险业 服务业占整个英国经济产出的80% 分析人士说 由于这项协议 一些国际银行有可能会把他们更多的业务转向欧洲国家 从1月开始 英国向欧盟出口的食品 化学品和药品将受到额外的海关检查 分析人士说 这将增加英国公司的繁琐流程与成本 从而有可能减少他们在价格上的竞争力 在英国水域捕鱼的问题上 英国对欧盟做出重大让步 允许欧盟捕鱼也只放弃目前配额的25% 这项改变将在今后五年半内逐步执行 这意味着欧盟在英国水域的捕鱼 每年将低减4.5% 虽然英吉利海峡两岸的政界人士全都大松了一口气 但是 英美跨国职业咨询公司安勇的贸易专家 萨尼琼斯认为 协议里双方在2016年英国脱欧工头后不久 所宣布要争取建立的那种深层和雄心勃勃的关系相差甚远 贸易律师和工商界接下来将仔细审议这项庞大复杂的协议 协议超过一千页 还有几百页的附件 涵盖未来的贸易 安全与渔业协议 还有科学合作以及监管法规的调整对应问题 过去几年来 伦敦与布鲁塞尔之间最棘手的争议 一直是监管法规的调整对应以及补与问题 让双方僵持不下的包括适用于双方的监管规则 竞争与安全标准 工人权利和环境法律 以及对政府补贴私企的限制 欧洲方面一心想要确保英国公司 不会掌握对欧盟对手的不公平竞争优势 降低标准并放松监管规定意味着制成品的成本 核价格将会降低 这项协议必须经由英国议会批准 不过议会已经因圣诞节而休会 英国议员们有可能在12月30日 这天被召回来 在最后一刻批准协议 一名欧洲官员对路透社说 成员国必须批准临时执行协议 因为欧盟议会已经没有时间 在12月31日英国过渡期结束的最后期限之前批准协议 第三个新闻事件是严阵以待 纽约下令到访国际旅客实施新的隔离令 在英国等地出现新型冠状病毒新变种的紧急情况之后 纽约市对到访国际旅客实施新的隔离令 市长白思豪表示 所有到访旅客将会被要求在他们入境时提供的地址逗留14天 警方代表将会探视所有从英国抵达的旅客 以确保他们遵守规定 据约翰或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 全美国目前一路的共1840万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 超过32.6万死亡 纽约市是美国今年较早前新冠疫情爆发的中心 如今亦再次成为该国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州份之一 白思豪在声明中表示 所有入境的国际旅客必须提供联络信息 我们非常认真对待的事实是 如果你违反了隔离规定 你就是在给每一个人制造了危险 我们这里正在进行最后的战役 我们要做的就是度过这些假期 随着各国政府要在圣诞假期期间遏制新型冠状病毒传播 数十个国家 包括将近全部27个欧盟国家 已经对英国实施了旅游禁令 本周 英国首相约翰逊透露 英国近日新增病例的飙升 源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一种变异的新病毒株 然后23日 卫生大臣汉考克指 另一种来源于南非的新变种已经在英国出现 有关方面仍然在对这两种新变种进行分析 但是英国政府表示 基本可以断定它们比其他病毒株更具传染性 不过 英国政府亦表示 更严厉的新封锁措施将会有助于控制病毒传播 据统计数字 美国仍然是全世界最多病例以及死亡人数的国家 自疫情全球大流行爆发以来 美国总人口约5%曾感染过新冠病毒 11月以来 日增病例一直处在创纪录的状态 很多州的医院亦人满为患 美国监管机构最近批准了两款疫苗 一款来自莫德纳 另一款则是由辉瑞和德国生物技术公司EONTEC 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指 已经有超过940万剂疫苗被运送至全美各地 美国政府已与辉瑞打成协议 将购入另外1亿剂疫苗 上周有消息传出 很多州份获得的疫苗将会少于预期 美国一名负责分发疫苗的将军已经对此道歉 美国疾控中心表示 至23日 已经有超过100万美国人注射了第一剂疫苗 今年较早前 美国政府曾声称要在2020年底前为2000万人完成接种 第四个新闻事件是内讧 川普要求提高个人救助金遭共和党拒绝 特朗普套护疫情疏控法案 认为直接支付的救助金额应该从600美元提高到2000美元 一直在为此努力的民主党人立即表示欢迎 但是共和党人拒绝同意修订法案 经过数月的纷争 美国两党议员终于在21日批准了9000亿美元的疫情疏控法案 伪受疫情重创的美国企业和家庭提供紧急援助 疏控法案包括向大多数美国人直接支付600美元 遭到特朗普炮工 他认为这个金额应该增加到2000美元 暗示他可能会否决该法案 民主党人数越来一直在推动增加对受疫情困扰的民众的援助金额 立即对特朗普的讲话表示欢迎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挑战共和党人 要求他们支持修订法案以提高援助金额 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在圣诞节前夕举行了一次间短的刑事会议 试图获得两党一致同意 将法案修订之后再送给特朗普签署 但是共和党人拒绝同意修订法案 担任临时议长的密歇根州民主党人丁格尔说 所以我们没有达成一致 佩洛西立即对共和党人予以抨击 决心要在下周一召开的众议院立会上 让修订案获得批准 佩洛西在一份声明中说 今天在平安夜这一天的早晨 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忏忍地剥夺了总统 同意支付给美国人民的2000美元救助金 如果总统对直接支付2000美元的提议是人真的 他必须呼吁众议院共和党人停止阻挠 24日晚些时候 佩洛西表示 该法案已经送往白宫 并呼吁特朗普签署 他发表推文说 众议院和参议院现在正在将这项重要的民想法案 送往白宫公总统签署 我们敦促他将这项法案签署为法律 给艰难谋生的家庭提供及时救助 如果该法案被特朗普否决 后果将十分严重 大约有1400万失业工人将在圣诞节后失去他们的疫情失业救助金 还有数百万人将在暂停强制千里令年底到期后流离失所 这一法案还包含1.4万亿美元的2021财政年度预算 这意味着如果特朗普不签署 联邦政府将在下周一午夜停摆 特朗普的总统任期还剩最后几周 他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继续坚称后任总统拜登通过舞弊胜选 攻击那些拒绝支持他的无稽之谈的共和党人 第五个新闻事件是不停手报复继续 中国宣布全面封杀澳大利亚原木进口 这是中国近月第四度宣布禁止澳大利亚原木进口 理由是发现有害虫 中澳关系紧张之际 中国海关总署24日宣布进一步禁止澳大利亚原木进口 影响范围扩大至该国六个州份 亦是所有州份 最新通告称 因在进口澳洲新南威尔市 西澳的原木中截祸活的林木害虫 为防止有害生物传入 自12月22日起暂停有关地点的原木进口 此前 中国海关分别于10月31日 11月11日和12月3日已暂停澳洲昆士兰 维多利亚 塔斯万尼亚和南澳原木进口 近期中国对澳大利亚大开打贸易战 限制澳大利亚大麦点葡萄酒点龙虾和煤炭等产品进口 澳方已就中国对澳大利亚大麦征收80.5%反倾销关税 告上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贸易组织21日证实已收到申诉 中国一系列贸易措施 被外界认为是对澳大利亚的经济报复 此前 坎培拉公开要求对新冠疫情进行独立调查 触怒北京 好了 今天的言归正传大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